去年10月份,高通正式发布了旗下的全新终端移动平台骁龙675,其最大的特色就是CPU,部分采用了KRYO460架构性能方面,看点十足规格方面。 小龙675基于三星11NMLPP工艺打造,采用了两颗大核心加六颗小核心的KRYO4608核心架构设计大核心频率两级赫,小核心频率则是1.7级赫支持LPDDR4X内存,GPU为ADRENO612,支持FHD加分辨率,ISP型号为SPECTRA250LD, ISP型号HESAGON685,按照官方的说法,骁龙670的整体性能相比,骁龙670提升20%,游戏启动加快30%,网页浏览加快35%,社交媒体发布速度提升15%,音乐播放能力提升20%, 那么,骁龙675的实际性能表现到底如何呢? 安兔兔今天在后台发现了一份,型号为HRTE720TD海信设备,这应该就是CES上海信展示的管达孔屏骁龙675新机。 好三方面,骁安兔兔总成绩为174402分,其中,CPU成绩为81032分,GPU成绩为34578分,UE成绩为45975分,MEM成绩则是12817分。 这一成绩,到底算是什么当次呢? 我们对比了骁龙660,红米NOTE7,骁龙670,VIVOX23,以及骁龙710小米8SE,这些成绩均为后台随机选取,并非最高分对比来看。 骁龙675在总分,MEM内存加存储性能,UX,以及CPU部分相比其余三者来说都有优势。 其中,CPU部分的优势最大,但在GPU方面骁龙675的只微弱,领先于骁龙660落后骁龙670,以及骁龙710。 考虑到骁龙675内置GPU型号为ADRENO612,而骁龙670则是ADRENO615。 所以,GPU成绩落后并没有让安兔兔感到意外需要注意的事。 海信这款新机,目前后台只有一份成绩。 所以,目前尚不能确定,这是不是骁龙675的最终性能表现仅供参考。 上次游戏工程中间,将写675的最终性能表现仅供参考。 在这下一次的海信中,将写670则是顺利的最终性能表现仅供参考。 在这下一次,尚能表现仅供参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